起火回收場 火勢非常慢烈 遠處都見到火光紅紅 大量的龍煙不斷霧出 籠罩著半空 大批消防員趕到 向火牆射水灌舊 由於火牆面積很大 消防員不斷增援 並動用四條喉 和五隊衣武隊破舊 而回收場裏 存放大量車胎 和廢料雜物 並傳出陣陣的惡臭味 現場是元朗唐塔布村一個回收場 在凌晨四點幾 一些放在空底的雜物起火 之後迅速蔓延 並波及一間鐵棋屋 消防員到場破舊 由於火勢滿烈 消防在半個小時後升為三級 至於起火的原因 就有待調查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鄭幸成報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